有人说马尔代夫是旅游天堂 但却不知道 这片天堂里还藏着一座地狱 它就是马尔代夫的马富士中央监狱 这座监狱管理十分严格 摄像头比路上的电子眼还多 并且预警三小时一班 全天24小时监视着囚犯 每天还会定时清点五次人数 看犯人是否逃跑 行为是否异常 以及指甲是否修剪 而这些都会纳入日常考核中 平时囚犯几乎全天关在室内 连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奢望 监狱提供的牢房更是简陋至极 除了厕所和吊膳外 房间其他设施都需要囚犯自制 平时连睡觉都只有一张床垫 狱中虽然是一片荒凉 但监狱外却宛如天堂 这里不仅有大海沙滩 而且还有养眼的比基尼 不过这些美景家人 都和囚犯没半毛钱关系 他们每天面对的 只有那高不可攀的围墙 该监狱位于马尔代夫的马富士岛上 目前关押着800名罪犯 而这些犯人来自附近的岛屿 其中最大的犯罪产地 是马尔代夫的首都马类 虽然这个弹丸之地仅6平方公里 但它却有15万长住人口 因此被认为是世上最拥挤的城市之一 除了人口密度遥遥领先外 马类的吸毒率也领先世界 据估计 这里每10人就有一人吸毒成瘾 要知道该国信奉伊斯兰教 对待毒品犯罪可非常严厉 即便是拥有少量毒品 那也可能洗涤15年监禁 而被抓的当地人或游客 最终都会送往马富士岛上服刑 为了防止囚犯中途逃跑 押运船经过了特殊改造 其甲板下是封闭的拘留室 因此又被称为海上移动监狱 当船到达岸边码头后 几步之外便是犯人的新家 不过在乔迁新居前 狱警会彻底搜查囚犯 以防有小聪明夹带毒品和武器入狱 监狱不仅对待囚犯谨慎 而且对自己人也是如此 其中手铐是狱警唯一能带进的东西 除此外不能携带任何武器 因为怕被囚犯抢夺 而狱警每天上班前 他们要摸着胸口 向国家和上帝发誓 如果有违监狱条例 那自己就不得好死 除了宣誓外 长官还会检查大家的指甲 因为对穆斯林来说 刘长甲是不卫生的表现 只有衣容仪表检查合格了 他们才能上岗工作 这座监狱包含重刑区 轻刑区 以及女性监区 眼前这个五角建筑里 关押的就是危险的重刑犯 其中狱警在中间主楼办公 囚犯则关在四条侧翼中 周围有五米高的墙 无论哪边的囚犯有情况 狱警都能第一时间赶到 而侧翼内部有两排牢房 每排时间每间二十平米 一间牢房最多关着五名囚犯 虽然空间还不错 但内部简单的就像毛皮房 如果想要更多设施和物品 囚犯需要自己制作或购买 比如他们拿米糊当浇水 将牙膏和粘在墙上放体虚刀 以及把绳子粘在墙两边来晾衣服 像厕所的水泥墙高度不够 他们便用床单做窗帘来获得隐私空间 唯一让他们无奈的是狱中的偷窃行为 比如早上还在的裤衩 可能晚上就穿狱友身上了 这让他们防不胜防 除了住宿条件差外 监狱的伙食也很差 因为岛上的食材基本靠进口 价格十分昂贵 所以什么东西便宜 监狱就制作什么 可即便是这样 每人每天的食物花销也要4.8美元 折合人民币35元 而这些做饭的人并不是囚犯 原因是监狱害怕犯人偷走刀具 每天食物做好以后 狱警会骑车派送到监狱中 然后交由犯人分发 这名小伙由于吃不惯监狱的菜 每天他只打些米饭 然后靠买来的罐头下饭 而一个罐头1.5美元 这在狱中是非常奢侈的 如果囚犯没有家里提供经济支持 那想在狱中这样任性 就需要找到一份工作 不过监狱对求职者有一些要求 一是服刑期间不能有记录 二是要心理健全 满足条件的可以申请工作 通过后有机会去种植花卉 或在木工车间工作 囚犯通过制作工艺品 每月能拿到900卢菲亚 相当于人民币426元 而赚到的钱能买食物 衣服以及香烟等 但每个月最多只能花130美元 因为不限额的话 囚犯之间可能私下进行非法交易 对于那些没有获得工作机会的囚犯 平时他们几乎都在室内 每天只有半小时外出时间 而外出的地点 在一个五米高的露天庭院里 虽然院子里有个篮球矿 但监狱不提供篮球 就算有篮球也没法打 因为地上全是沙子 犯人一般是围着院子绕圈 基本没啥意思 而女性监狱就不一样了 她们能和育友一起打排球 白天还能在楼里自由走动 不过女性监狱 会更重视伊斯兰规则 狱警会要求她们打扫牢房 以及每天修剪指甲 在空闲的时候 还要把床垫拿出来晒一晒 好让大家养成良好的卫生观念 总体来说 这里要比男性监狱自由很多 不过这毕竟还是在监狱中 如果有人想从这里越狱 那基本是痴人说梦 因为就算突破了监狱的戒备 也还要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 除非乘坐飞机或船离开该岛 不然越了狱也会被抓回去 即便是这里工作的狱警 想离岛也不是件容易事 他们的家离监狱很远 光是坐船都要一天时间 所以狱警也只好住在监狱 住宿条件比囚犯好不了多少 虽然他们也很想念家人 但为了惩罚这些不法分子 就算要忍受孤独和寂寞 他们也依然坚守着这份岗位